好 好 接下來 厲害了 有一位剛剛賣關子的 並沒有告訴你們的 一港一台兩位歌手 一位是我們的Yoga林佑佳 新婚之後的她 變得怎麼樣呢?你們知道嗎?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演藝革 我們來自香港的一位妹妹 好 那麼他們兩位有什麼值得分享的故事呢? 你看 剛剛我幫你們提問了很多問題了 你們的粉絲 你們的偶像像魏晨 像周比唱 像我們的X9天團 還有我們的SNH48 所以接下來關於林佑佳 關於演藝革 你們有什麼想知道的 趕緊發彈幕告訴我 也可以關注我們MTV 中文頻道的官方微博 以及我們MTV 中文頻道的官方微信 我們也可以進行實時的互動 好 那麼接下來 請我們下一位嘉賓登場 就是我們萬眾期待的 林佑佳 歡迎她 大家好 你好 天天 你好 你好 好 先跟正在收看我們直播的粉絲 打個招呼 沒開是不是 反過了 嗨大家好 我是佑佳 好 平時來廣州來得多嗎? 平時 有來開演唱會 有來開演唱會 好 我們還有一位嘉賓 另外一位妹妹 一起來登場 一起來登場 一給大家 中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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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生在中間 好 我們一格也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炎一格 好 兩位好美喔 在旁邊壓力很大 不會啦 我也美嗎 美 特別美 好 我先問一下Yoga吧 好 最近有什麼新的動向和我們分享一下 最近啊 因為今天來廣州嘛 之後我也會在廣州辦自己的演唱會 對馬上對不對 對 蠻近的 時間蠻近的啦 那 基本上就沒什麼其他的動向 那是其他的動向 然後一格 其實會講廣東話的喔 哦 我記得 沒有記得 沒有記得 好 一格最近有什麼新的動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前幾天剛在深圳演完 風雲 最後一場的風雲 然後 上個月也在 同一個場地演了風雲在廣州 所以 目前就是 風雲告一段落 然後很積極在籌備我的新專輯 嗯 又家喜歡看音樂劇嗎 你是 喜歡 可是我之前一直沒有辦法搭上時間去看藝閣 但我非常想看 謝謝 之前 你在紅館那演的時候 我剛好也是在別的地方演 所以我也一直沒有知道 對啊 對 還是感謝這個騰訊還有MTV創造機會 讓你們兩個終於見面了 哈哈 那麼其實音樂劇其實對於這個歌手來說 是很大的一種挑戰對不對 你應該這個體會滿深的 對 因為我其實從來沒有演過戲 所以我算是從零開始 然後又要跟七位這麼優秀的前輩們一起對戲 然後又要唱又要演又要記很多 他們機關很多 所以覺得這一次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學到很多東西很棒的經驗 會有壓力對不對 一定有 不過宇良偉大哥又表揚你喔 我剛剛訪完她 她說一個很棒 真的假的 謝謝 謝謝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眾朋友們 接下來可以關注一下我們這個風雲的這個 機會還 之後還會有巡演嗎 還有嗎 目前今年好像是告一段落 但希望明年還會有機會再繼續巡演 好 又家最近這個新動況比較少 會不會跟這個剛剛完成人生大事有關 其實沒有我只是畫比較少些 我是非常忙的 還忙 除了做演唱會以外 也有其他的一些歌曲在跑 那生活中還喜歡做什麼呢 除了忙工作 生活中喔 基本上我就是很喜歡工作 其他的 喜歡工作太太 歌迷其他沒有什麼喜歡的事情 旅遊會去嗎 旅遊還好 一哥呢 一哥喜歡去旅遊嗎 我還蠻喜歡旅遊的 然後 其實我常在那個社交網路上看到Kiki幫你做的菜 就覺得好甜蜜喔 就是那種 對 你喜歡做菜嗎 我是喜歡但不太會做 你會做菜嗎 我不會 因為女生會做菜的話 比較加分 也不一定啦 也不一定啦 男生做菜也是很加分 但是女生做菜就覺得 哇 嗯 很加密的那種感覺 欸 微博好像透露有在錄新歌 是嗎 對 沒錯 能透露一下嗎 是有新專輯要發了 對對對 終於自己也等了七年了 大概會在什麼時候 今年 今年一定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不只會有國語歌 喔 對 會有別的 那兩位可以透露一下 晚上要演唱幾首歌曲送給我們 三首 三首 我就是帶來一首我 算是真正出道的第一首彈曲 喔 debut的歌 對 沒錯 好 所以預祝兩位晚上演出成功 希望大豐收我們的獎項好不好 好 謝謝兩位 這邊請 謝謝 拜 麥克風 不是